冰岛 冰岛 位于北大西洋的边缘 拥有奇妙独特 而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 在这里 您既能欣赏到广袤无垠的万年冰川 又能领略到热浪扑面的火山熔岩 还能体验到放松身心的蓝湖温泉 无论是漫步在金银璀璨的钻石沙滩 还是等候在直冲云霄的间歇喷泉 亦或是驻足于蒸腾翻滚的泥浆温泉 冰与火的转变 仿佛一直在这里上演 造就了冰岛别具一格的画卷 让人流连忘返 以下便是我为您推荐的 冰岛十大必去景点 第一名 瓦特纳冰川 Vetnijoko Glacier 瓦特纳冰川位于冰岛东南 占地约8100平方公里 覆盖了冰岛8%的土地 是欧洲最大的冰川之一 这座冰川的厚度可达1000米 从冰盖的中心延伸出去 逐渐蔓延到周边的峡谷与山地 使整座冰川看起来如同一条冰封的水域 在夏季 冰川的侧壁缓慢消融 逐渐汇聚成一条条潺潺的小溪 而在冬季 流淌的小溪慢慢退去 留下了晶莹剔透的冰冻奇迹 这些蓝色的洞穴在阳光的折射下 闪耀着梦幻般的魅力 是人们感受绚丽冰川的理想之地 第二名 冰河湖 Jocosarland Glacier Lagoon 冰河湖位于瓦特纳冰川以南 锦陵环岛公路 是冰岛最大的冰川湖 它由瓦特纳冰川融化汇聚而成 湖中漂浮着众多 从冰川上崩落下来的冰山 这些冰山形态各异 蓝白相间 周围萦绕着众多的海鸟与海豹 营造出一种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 而随着洋流的运动飘移 融化的冰山 最终抵达了岸边的钻石沙滩 这里的沙石乌黑平坦 沙上的冰块晶莹耀眼 如钻石般璀璨 这一黑一白的颜色对比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人背肯震撼 第三名 法格拉达尔火山 Vulcan Faber-Delstall 法格拉达尔火山 位于冰岛西南部的雷克亚内斯半岛 距离首都雷克亚韦克 约40公里 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火山之一 它于2021年3月开始喷发 是该地区800多年来的首次喷发 吸引了全球众多火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看 法格拉达尔火山的喷发相对温和 熔岩从火山口缓缓流出 形成了蜿蜒的熔岩和景象震撼而壮观 游客可以在安全距离内欣赏炽热的岩浆流淌 探索火山地貌的神秘 感受自然力量的魅力 第四名 蓝湖 Luala Gun 蓝湖位于冰岛西南部的雷克亚内斯半岛 距首都雷克亚韦克约50公里 是冰岛最著名的地热温泉之一 以其蓝白色的温泉和独特的火山岩地貌而闻名于世 蓝湖的水温常年保持在38至40摄氏度 水中富含硅雨硫磺等矿物质 使得湖水呈现迷人的淡蓝 这里的温泉不仅可以放松身心 其沉积的火山泥还能够起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您不妨点上一杯啤酒 一边欣赏周围的熔岩 一边品味美酒的甘甜 第五名 雷克亚韦克 雷克亚韦克位于冰岛西南海岸 是冰岛第一大城市 作为世界上最北的首都 雷克亚韦克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文化氛围 吸引着游客慕名前往 极具现代感的哈尔格林姆教堂 威俄地耸立在城市的中央 其玄武岩柱的外形 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敬仰 登上教堂的塔顶 城市的全景 与远处的海洋 遥遥在望 此外 您还可以来到哈帕音乐厅 聆听美妙的乐章 前往广阔的Lexus马场 体验骏马奔腾的力量 使向蔚蓝的海洋 观赏海中 近于优雅的长阳 第六名 史托克间歇拳 Strucker Geyser 史托克间歇拳 位于冰岛西南部的黄金圈 是冰岛最活跃的间歇拳 这里的泉水 每隔几分钟 便会喷发一次 喷出的水柱 往往在15至20米之间 最高时可达40余米 因其频繁且稳定的喷发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是冰岛最受欢迎的地热景观 每当在泉水喷发之前 池中的气泡都会缓慢上涌 随着压力积聚 最终猛烈地喷尸而出 场面微微壮观 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 这一自然奇观 感受地热运动的活跃与震撼 第七名 教会山 Kirk Dufell 教会山位于冰岛西部的斯奈山半岛 临近格伦达菲厄泽镇 以其独特的锥形山体而闻名 是冰岛最具标志性的自然景观之一 这处对称的山体高度约463米 形如一座耸立的尖顶教堂 故而得名叫会山 山下波光灵灵 羊群悠闲蜜食 一条城车的瀑布飞流而下 将山体映衬得更加壮烈 即使在冬季 瀑布依旧奔流不息 为这片银庄素果的世界 增添了一份活力 当夜幕降临 美妙的丝带飘舞在天际 成为了人们观赏极光的绝佳之地 第八名 雷尼斯法拉黑沙滩 雷尼斯法拉黑沙滩 位于冰岛南岸 是冰岛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这片黑色的沙滩 源自于海浪 对于火山熔岩的不断冲击 最终将其打磨成了 无数乌黑圆润的沙石 与怒涛拍案的浪花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是摄影拍照的理想之地 不过这里时常风高浪急 请您在摄影时 务必保持足够的距离 回到岸边 您会看到 一排六边形的玄武岩柱 整齐地镶嵌在悬崖的侧壁 如同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工艺 悬崖的高处 则栖息着冰岛独有的脚嘴海雀 让人喜爱无比 第九名 赛利亚兰瀑布 Selgerlands Falls Waterfall 赛利亚兰瀑布位于冰岛南岸 靠近环岛公路 是冰岛最著名的瀑布之一 这条壮丽的瀑布高达60余米 水流从悬崖的顶端飞线下 形成了一道优美的水沿 与其他瀑布不同 这条瀑布的旁边 有一条绿草环绕的小径 沿着小径 您便来到了瀑布的背面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欣赏这处水木株连 尤其是在夏季 瀑布周围嫩草如荫 绿意盎然 是一处绝佳的摄影景观 即使在冬季 这条瀑布依旧流淌不息 另有一番别样的美感 第十名 米湖 米湖位于冰岛北部的火山地带 因区域内坐落着冰岛第四大湖泊米湖 故而得名 米湖地区拥有独特的火山地貌 与丰富的地热资源 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到 碧水成潭的克拉布拉火山 也可以前往赫维尔 探访那里热气蒸腾的泥浆温泉 赫维尔的地表红荷相间 色彩斑斓 地表上分布有大大小小冒着热气的泥浆 这些泥浆富含硫磺 在地热的作用下不断翻滚沸腾 构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地热奇观 让人流连忘返 以上便是我为您推荐的本期景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 点赞 评论及转发 这里会定期推荐最新的旅游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